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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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了 这个可是诸九族的勾当 其二 你现在就可策度 一旦本王与昏军贼臣谈牌 战火首先起自北方 江南乃财富重地 却能控制大局 本王希望武林侠士响应 断绝朝廷的命败 王爷所言甚是 打仗从来都是需要资金的 不过江南的财富 究竟该如何去掌握 难道我们要靠坑蒙拐骗打家结舍 匪气不改难成大事 你只要控制了周末 就等于控制了江南的财源 这周末就是四大生会里的大财法 正是抓住此人事半功倍 这江南的财源 就会供你我分享了 王爷英明 来 干杯 提提周末 我有一件事 也想请教下王爷 说 九天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天有九天 中央约君天 王爷贵为九天之尊的君天君 既然你都知道周末 应该没有理由不知道九天吧 你问的太多了 送客 王爷在下告辞了 爹 快过来 里面有好多鱼 快 快点啊 快点啊 一会儿该跑了 你看 快 跑了 那儿呢 跑那儿去了 快点啊 快过来过来 那儿那儿 丫头啊 你这么心急是抓不到鱼的 你在这儿玩 爹还得回去呢 好 好 丫头 抓不到了吧 其实人最沉静的时候 积蓄的能量是最大的 以后不管做什么事 要先沉住 冷静以后 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看 鱼 爹 丫头 我来吧 把这个收起来 那这个呢 我来削 丫头 这个要用开水烫的 水烫 那这个呢 是水洗还是削皮 这个要洗干净以后 切成段才能炒熟 爹 鱼尾在这儿 爹 不要太咸 我来吧 我来吧 鸭头 好 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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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哥 送我礼物 姐姐 呦 我的 你 好 吧 趕我 你 来来来 咱们吃 咱们吃 来 丫头 爹今天敬你一杯酒 爹 你平常不是不让我喝酒的吗 你原先是个小黄毛丫头 从今天开始 你可就是个大姑娘了 那你以后都让我喝酒了 来 大哥哥 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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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你经常说要独自闯荡江湖 酒都不会喝 被别人卖了都不知道 谁说我不会喝酒了 那就是刚才被呛到了 来 我给你们都倒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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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今天要把你们两个都灌醉 我今天要不要喝酒 我今天要喝酒了 吃不 council 这丫头啊 就是嘴不让人 岁月催人哪 叶子 一眨眼十八年过去了 从压压血雨 茁壮成婷婷玉丽的大姑娘 师父你一个人手把手 把妹子给拉扯大 真不容易 这些年多亏她陪着我 否则 我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啊 师父武功盖世 难道还有事解决不了 真想不到小夕天这里 竟然是另一个世界 光是谷口和谷内 就完全不一样 谷口冰雪严寒 进来之后就像春天一样 这正是恶人谷的绝妙之处 恶人谷内 一类人大恶如严寒 一类人善良入暖春 恶人谷内 维护善恶平衡 阴阳正邪 又何必过分执着 凡尔啊 凡尔啊 我想 你带着叶子离开恶人谷 他不是跟你相依为命的吗 叶子 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凡尔 你还记得 你几岁离开藏剑山庄的吗 大哥跟我说过 那时候大概是八岁 还记得 你自己曾有个妹妹吗 记得 但是大哥说他 出生之后不久就死了 你的妹妹没有死 叶子 就是你的亲妹妹 叶景一 我本是鲁帝 王家的长公子 十八年前 正是少年气盛 不顾父母反对 仗剑闯荡江湖 并孤身深入大漠 为的是要一睹 西域异国风情 无意中 我邂逅了小月 西域之行 老天爷给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把小月 送到了我的身边 却想不到 同时给小月 热来了杀身之祸 王爷 画好了 你看像不像 我看看 你画的这是什么 再说 画不好我杀了你全家 快点 是 是 那个西域女子 查清楚了没有 回王爷 查到了 她就是西域五娘 文小月 文小月 火速招她进王爷府啊 王爷 这 这是什么 王爷 您应所不知 文姑娘已经名花有主了 她嫁给了江湖侠士 王一峰 一个江湖侠士 怎么能同本王相比呢 叫他们断了 王爷息怒 王一峰 是从高人延伦 修习武学心法 造诣颇深 现在 武林中名头很是响亮 你速调神策军 去绞杀王一峰 交出文小月 便饶她的姓名 王爷 万万不可动此念头 为何不可 神策军未属边塞 担当当朝重任 用此虎狼之识 去同一个江湖侠客 争夺一个武女 传出去一笑大方 朝廷的脸面尽失 王爷您 也难辞其咎啊 怎么办 本王一日得不到此女 便一日不得安宁啊 办法倒是有一个 堂堂一个王爷 李氏王朝的嫡亲 为了霸占别人的妻子 竟然掀起了一场 武林巨大的浩劫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 assi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除掉他 毕小月姑娘一主 我们三家才能托他干系 CUT 真是想不到三大世家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我被记下短牙 境落俱损 挣扎着回到家里 奇景之惨 真是让我痛不欲生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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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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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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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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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煌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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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唯一的信念 就是复仇 要杀光我所有的仇家 可我前行到藏剑山庄外事 却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多久我便打听到 藏剑山庄庄主叶孟秋 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 叶京一夭折了 爹 叶哥哥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孩子 在我的手里死而复生了 多亏了师父 三一逆脉体 嗯 小叶子每次发病的时候 便跟死去了一样 没有了呼吸脉搏和体温 世间无人能医 真的不能医 嗯 不但如此 郎中还告诉我 萧京一绝对不能沿袭武功 妄动真气的话 便会旧病复发 怪不得了 您一直不肯传胜武功给她 当我知道她身患绝症以后 我反而倒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不用再叫她武功 她也不会经历江湖仇杀 老天爷让我失去了小月和宝宝 却又给我送回了小京 为了静一 我决定放弃江湖仇杀 我只想小叶子平安 快乐 健康地长大 为此 十八年来 我从不让她离开恶人谷半部 就是为了让她远离江湖纷争 可没有想到 你出现了 叶家的五公子 小叶子的亲哥 我知道 老天爷派你来 就是要接叶子回家 我知道 师父 你跟她亲如骨肉 你舍得她走吗 恶人谷 老师父 终究不是被人所接受的决定 我的私心 已经让叶子给困在这里十八年 叶帆 答应我 好生照顾叶子 我一定会的师父 好了 叶子托付给你 老夫了无钱挂 该到找老朋友叙叙旧的时候了 你要找三大师家报仇吗 请帮我转交给赵总博主 请帮我转交给赵总博主 大人 这是有人托我转交给您的 好 总博主 这上边也没显明是谁要见你啊 有些事情近在不严重 哦 总博主啊 上次你们见七秀 就把姑娘我挡在门外 这次一定要带上我哦 我要看一下周末到底是何等人物 何等人物 一只鼻子啊两只眼睛的汉子呗 本姑娘就是要见汉子怎么样 不过谁也抵不上我的总舵主好 下去 哦 不 嘻嘻嘻 疯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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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只是儿子貌嘻嘻嘻嘻嘻嘻 right 周老本 你好 在下赵无忌 在下周末 请入席吧 好 赵老板贵为十二连环物总舵主 何时寄身我们扬州生一场了 扬州附属 到处都是美女佳人 赵无忌不得不来 赵老板讲笑话了 我看你不像风月场中人 你开个钱庄好好的 大家和兵共处 为何提膝挤兑 弃航霸市啊 我这次过来 其实是想跟赵老板谈一笔交易 赵老板 实话对你说 急垮你的钱庄 对我来说 只是谈值一挥的事 你以这种方式 同我见面谈交易 非免太大胆 太冒险了吧 或许我们不打不相识 有意思 同我谈交易 你有多大的本钱 大唐江山 赵老板好大的口气 听你之言 好像是要轻负李家王朝啊 你好像说对一半了 但是这王朝还是姓李不是姓赵 我听不懂你的话 送客 赵老板 你又何须这么着急呢 你尽管先听我把话说完 要不然就当我说一段笑话 请 李家人 想要联合武林中人士 一起推翻大唐王朝 而且武林到的丹纲人 正是在下赵无忌 我是个生意人 对这种事 不管兴趣 我想现在容不得周老板有无兴趣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你有兴趣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钱 时局一乱 绝对需要钱的支持 如果周老板可以支持我们大唐新朝的话 我可以肯定 你将来会得到最丰厚的回报 我要是不答应呢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麻烦可就大了 你四大山会旗下的南北钱庄 每年的会队 好像都要经过各省各会 至于那些地方 全部都是武林道的地盘 如果你不想银子出事的话 你大可以不答应 我的个个钱庄 均有鸭镖之恩 不怕你这个 周老板 我想跟你说 你那些所谓的鸭镖人士 对于我们武林道来说 只是小牢 既然你不答应 我也无谓勉强 在下先告辞 赵老板请留步 想要我支持 你们需要多大的数额 那么在下先谢过周老板 稍后会有人跟你联络 告辞 什么 雨霜 我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你骗我 师父吩咐了我 叫我带你回家去 回家 回哪儿去 这不就是我的家吗 爹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哪里都不会去 我要在这里守着他 师父说过 他说 他跟你过了十八个年头 他已经很开心 很满足了 你跟我一起回藏剑山庄吧 不 我哪儿都不去 我哪里都不去 你不要逼我 你 爹 爹 你在哪儿 你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我做错什么了 你为什么要赶我走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爹 爹 爹不要我了 师父不是不要你 他是不舍得你才对 那他为什么不肯见我 他不见你 是他不想看着你离开 所以才狠心避开你而已 其实师父才是最疼你 最舍不得你那个人 我哪里也不去 我就在这儿等他回来 你就在这儿等了 那他不回来怎么办呢 我不管 他不回来 我就赖在这里不走 你在这儿不走 他也不会回来的 要不你先回藏剑山庄 等到师父心软了 挂念你 想见你了 我再陪你回来看师父好不好 真的吗 既然做了你五哥 骗你干什么 对吧 来 叶兄弟 我们有两个急事 要马上禀告谷主 师父不在 要不我替你们传个话吧 叶兄弟 谷外可要出大事了 赵无忌又在捣乱了吗 正是 赵无忌以十二连环物物主的身份 挑头闹事 明显冲着咱们恶人骨而来 叶兄弟 你说该如何处理 我看赵无忌跟师父的恩怨 必须很快解决 正是 正是 是 义凡 师父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你马上到临终等吧 我要跟你说件事 请讲 九王爷李延 阴谋行兵返唐 那个赵无忌 响应号召武林 阴谋叛乱 是康雪竹带回来的消息吗 权力导致堕落 九王爷李延 就是九天中的君天君 心机可见哪 李延就是九天君 我师父跟我说过 九天中 权力并非均衡 权力最大者 莫过于君天 看来 李延是想布阳间的后尘了 其他九天岂能容忍他呢 像第一次九天的大灾难一样 九天乱了 叶凡 师父因江湖仇杀 无缘于九天 不能为你一一之命 你今后历练江湖 定会窥视于九天的 妹妹刚才跟我说 不想离开你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而为大义永恒 师父因仇恨 折磨得伤痕累累 丧失过李治 丧失过活下去的勇气 更因身负恶名而无言江湖 号召武林 而你却是武林正道三大世家的后人 你应该回到他们中间主持正义 挫败李延赵无忌的阴谋 拯救武林浩劫 拯救苍生 拿去吧 给你 这不是块普通的玉 是九天玄玉 九天玄玉 对 这就是世人传神了的九天玄玉 以我成为师徒 是天意更是缘分 今日此别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师父别无他物 这块玄玉你带在身上 悉心研修它包含的武林绝学 但为师告诫你一点 人有之而欲无之 当拥有能量时 正邪只在一念之间 你要好自为之啊 但是我答应过师父 完成你的心愿后 陪你在山中一直到老 你出山的日子是明辰 带你妹妹回去吧 但是妹妹她 师父 与她的妇女缘分已尽 听话 带她回家 师父 师父 徒儿跟小妹走了 老人家保重了 爹 女儿走了 你保重 爹 你快要走 我的تى 是 有劳娘娘先子代为通报 在下红衣教西北分舵舵主赵无忌 参见阿萨新总舵主 西北分坛坛主赵无忌 正是在下 有请赵坛主在此稍候 我们马上进去通报 有劳娘娘 总舵主 你什么时候成了红衣教分坛坛主了 大唐江湖我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红衣教是武林公敌 邪恶门派啊 武林公敌就对了 武林公敌代表它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正好为本舵主所用 况且我在十二连环物的时候 同样是武林公敌 哦 总舵主 大智深谋 属下自 自愧不如 够了 宇文敌 不要总学人家说话一套一套的 还是做回你自己 给我多打一些仗 多赢一些 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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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看什么呢 快点快点 就是导师的 走吧 走吧 哎哎哎 看那儿 走 快走快走 下一个 哎 哎 停下 站住 我这什么也不知道 检查 我 这有 什么人啊 我到哪儿去啊 站住 走吧 昆仑俗家弟子 拜扇回长安 走 来来来来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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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赵无忌参见总教主 没有封热的国 没有封烟的国 寒天衣黑色 裙照红色 谁起了谁念舟 谁忘记了袖口 请明天相坐 悲伤相拥 谁忘共谁无休 谁躺开了圈旧 女生越向前 年华向后 谁等谁等了一万年 只是等来了一个错 谁归谁凝望一秒钟 于是留下了传说 她等她等了一万年 只是等来了寂寞 她对她凝望一秒钟 转身带走了 转身带走 转身带走